台北市八个立委选区正好蓝绿各半 第五选区 民进党早就派出议员吴佩依参选 2014年太阳花学运时 他就在组织内担任媒体组组长 过去也曾任民进党发言人,人气挺高 而国民党近期才提名议员钟小平 过去他曾因为立委党内初选落败 奋而退党 后来又重回国民党 最后还有以无党籍参选了他 于美人先前是知名电视主持人 曾任2020年总统候选员宋楚瑜的发言人 从目前推出的候选人来看 钟小平还是最有赢面 但还不确定于美人会拉走谁的票 而第四选区内湖南港也是竞争激烈 民进党先任立委高嘉瑜 因为爱唱歌和亮丽外形 由港湖胖湖和女神之称 将对上国民党议员李燕秀 恰巧的是 2020立委选举高嘉瑜以议员身份 挑战寻求联任的立委李燕秀 时隔第四年身份却互换 这次由高嘉瑜寻求连任 再来台湾激进党 台北党部主委吴新代 也要来餐饮咖 吴新代2022年参选台北市议员失利 有地方元帅分析 他一直以来都是靠空战 基本盘不扎实 这次初来选 恐怕会分斗高嘉瑜的选票 全镇进入倒数阶段 港湖三叔之争 备受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